我是小坤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赛文奥特曼吧 哇塞 今天呢这个赛文奥特曼真的是太惨了啊 因为刚刚我来到村庄的时候啊 竟然发现他被封印了 你看他的身体呢也是变成了石头啊 是不是啊 嗯 这就奇怪了啊 是什么怪兽这么厉害 还能把赛文奥特曼变成石头呢 你看他的肩膀以上是正常的 但是肩膀以下呢就被封印了 也就是说赛文奥特曼的身体啊 只被怪兽封印了一半啊 我去 这村庄里面也没有什么人啊 啊究竟是谁这么厉害呢 不行 我今天呢一定要把这个赛文奥特曼给救活 啊因为他现在呢也是非常的可怜啊 对不对 好我们首先呢用这个炸弹吧 啊看一下用炸弹 能不能把他身上的这个封印给炸开啊 啊 放慢这个定时炸弹来看一下 你看 现在呢已经放慢炸弹了 对不对 来我要引爆了啊 3 2 1 过去 但是你看啊 啊用这个炸弹呢 一点用都没有啊 啊根本就炸不开这个赛文奥特曼身上的封印啊 是不是啊 那么这就没办法了 我们只能使用这个宝石来看一下了 你看 我这里呢是有一颗红宝石的啊 来了 3 2 1 好 总算是解开了 但是呢现在这个赛文奥特曼还没有能量啊 也就是说他现在还不能动啊 那等一下呢应该就恢复回来了 好今天就玩到这里 我是小魁 拜拜